那叶云为你婆婆所下的真药 究竟是否灵验 就因为确实灵验 明父一家人 确实把他奉若神明一般 尤其是明父的婆婆 您哪可真不愧是神医啊 我才扎了一次针 敷了两天的药 我就觉得我精神好多了 估计也没有那么酸疼了 老太太 这才是开始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 还需要下大功夫呢 不要紧 不要紧 只要能治好我娘的病 我们有耐心 敷儿 扶老太太进去准备用针 我随后就来 是 一年 既然有效 就证明我的一方是对的 有句话 我必须说在前头 请神医尽管吩咐 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 是 营仓府 哦 那倒是真远 住在客栈 是 福来客栈 很小的一家 不管大小 总要开销 令堂的病 快则三五月 慢则一年半载 可不是短时间 能不能请神医 把药方开好了 我们抓了药 回去慢慢肩服 这话问得好 抓药肩服当然不难 不过 回营仓之后 谁替他精针刺血 我说过 必须要真药并进 对病情方能有效 我明白了 二位不妨先商量一番 再做计较 我先去替令堂下针了 看样子 只有留在郑州 慢慢治病 两位 今天抓的药 也得付定金了 是是 应该 请问王总管 这怎么算的 三天份的药 外加诊金 总共十两 不错 十两 以后每三天来一次 把脉下针抓药 每次价钱不变 都是十两 这么说 每来一次是十两 来十次是一百两 来二十次就是二百两 这么快 两位如果贤贵 或者有其他的困难 就只看到今天眼心 不 不 不 再怎么困难 也要把我娘的病看好 我看算了 咱们回去吧 不 好不容易才找到 能治好您的病的神医 再这么困难 我也得想法子克服 说得容易 怎么个克服啊 天无绝人之路啊 反正 您安心的治病 养病 其他的 让我跟云娘去操贩 娘 该服药了 太烫了 先搁在那儿吧 云娘 你有什么主意啊 我想过 不妨先从 节省开销着手 比方说 咱部住客栈 租一间小点的房子 还有 既然要常住 我也可以找个活干干 多少有点紧张 你除了会杀猪 别的什么都不会 能找什么活 至少能干点粗活 就这么决定 想在这附近 找一间 便宜的房子 是这个意思 我们人生地不熟的 所以想请您帮忙介绍 小娘子 你的算盘打错了 错了 怎么说 这城里有房子租人的 都是两三尽的 大财源的 租金呢 要比我这个小客栈的 贵上要十倍 这没有小点 便宜的 有 得出城 在乡下 可是 你们方便吗 老太太 每次来看夜神医 得走上十几一二十地入 他老人家的身体 受得了这样的折腾吗 我的话 如果你不信 你可以亲自去打听打听 能不能够找到 比我这个小客栈 更便宜的房子 我也知道您这儿便宜 可是夜神医说了 不是三两个月的事 说不定 要住上个一年半载的 管是枕金和药签就 我看 这样吧 我给你们打个大折扣 算你们长客包月 再打个对折 每个月只收你们三两银子 这比住任何房子都要便宜 掌柜的 您 好好 什么话都不要讲 我是个明白人 再说这个小客栈 是我自己的 我从来就没有指望它发大财 再说 你们小两口都是孝顺人 这年头孝顺的人已经不多了 我就算被你们感动 能做一件善事吧 谢谢您 这年头 像您这样的好人 也已经不多了 照顾听听听 他一早上公去了 上公 是啊 我们在这儿常住下来 这开销啊花费啊 真是不得了啊 常住一乡在所难免 只要老太太的病早日痊愈 就可以早点回去了 是 好 来 再拔把麦 嗯 麦香略显平稳 老太太 老太太 你自己觉得如何 您啊 真不愧是神医 我是觉得啊 舒服多了 可 可就是 就是 就是什么 我这把年纪啊 就厚着老脸皮说了 就是 您的诊经 和药钱 实在是 叫人吃不消啊 娘 不要紧 老太太说的是实话 不过 我这是金字招牌 枕金自然比别人贵 就是那些药材 也是派专人去云贵买的 这价钱 自然便宜不了 神医的话 当然是有道理了 我总是想 穷人是并不起的 经过这两次 夏针的血尾都记清楚了 突然清楚 那好 今天 你就为老太太夏针 我跟这位娘子 谈谈整经和药钱的问题 我也想给你那些折扣 可是又担心 这么一来 反而会坏了我的招牌 神医有这份心意 我们就已经敏感五内了 只要能治好娘的病 钱的事 我们自个儿想办法 真有办法 办法 总是人想出来的 不错 办法是人想的 我有句冒昧的话 想请教你 不敢当 神医想问什么 不科许地说 从你的言谈举止上看来 你都应该是一个大家归宪 可是令夫却 却像粗人 不错 她是个粗人 连抖大的字 也试不了一代 不过 她是一个孝顺的好儿子 也是一个体贴的好丈夫 在这世上 我认为 她是唯一最好的人 不错 不错 你们夫妻情深 大臣是叫人又谢又陪 我想 这诊经和药权的问题 并不是完全不能解决 等我空了 帮你琢磨琢磨 想法子 我认为你 多谢叶神医 老爷 小少爷又在落性子 把衣服全脱了 怎么却也不跟穿 病有犯 你先回去招呼他 我一会儿就来 是 别人都叫我神医 偏偏就治不好 自己的儿子 神医的少爷有病啊 严格说来 不算是病 是心理上的 说来话长 家家有本难捏的经 明良有限 张洛库工粗活的收入 又是悲水车薪 面对如此昂贵的 诊经要钱 你们又能撑多减 保大人说的是 撑不到一个月 已经花了 将近百两银子 已经所剩无极 一家三口 正苦无良策之时 没想到 那位神医叶云 果真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可是 所有的悲剧 也由此 引发了开端 十年前 当小犬还是六岁的时候 有一天 跟他母亲坐马车 上山道庙里进乡 没想到 马车翻落山下 他母亲当场死了 六岁的孩子 眼睁睁地看得母亲 在血泊中咽了气 当人把他救回来的时候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 从那时起 他就不再跟别人说话了 也不再理别人 吃饭睡觉 都需要人照顾 这十年来 他完全活在自己封闭的世界 有时候 他听不懂别人说些什么 而有时候 他竟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我这个被誉为神医的父亲 想尽了各种方法 翻篇了各种医书 始终是束手无策 毫无效果 都十六岁了 还像个六岁的孩子 这十年来 叶十一难道没想到过要续闲 还有个人照顾他 除了我 已经从小看他长大的王总管之外 他谁都不要 前几天 请来照顾他生活起居的顾嫂 也辞职不做 所以 我明白了 您是想再请一个照顾您少爷的人 所以您就想到了我们家云娘 没错 令习知书达理 体贴细心 是十分合适的人选 当然 我会以优厚的酬劳来答谢 比方说 老太太的诊经要钱 我都可以打对折 有这么好的事 答应了没有 我只能说 先做几天试试 如果可以再继续下去 叶十一还补充了一句话 什么 我要是能开导他的儿子 渐渐正常起来 他给娘看遍的药钱 诊金 都免费了 算是交换恩情 那简直太好了 简直遇到贵人 没别的条件 只有益庄 晚上不能回来 得睡在他儿子的隔壁客房里 才好方便照应 隔一阵子才能回来一趟 好 娘的意思呢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 那位叶申医啊 人看起来又正派又斯文 而且要照应的是那个低能儿 又不是叶申医本人 娘这话倒也是 云娘 要真是这样就委屈你了 怎么会委屈 倒是你不能再去干活 你得照顾娘陪娘去应诊 那也好 我正好辞了那份活 倒不是怕苦 而是那些丸八糕子七生 再坐下去 迟早狠狠跟他们干一家 既然决定了 明月早 我就得去叶家 当时 我无法信息分辨 其中的含义 有多么深刻 只是单纯地觉得 叶神医 对我相当尊重 多少险不够齐整 你不要见笑 您这话说中了 我怎么敢 这么好的家 您太谦虚了 好 那我不谦虚 你也不要客套 以后你要照顾小乔 就得像一家人一样 不妨就把这儿 当成自己家吧 对了 以后我们要常见面的 在称呼上 总得显得自然亲切 您说是不是 我父家姓张 娘家姓李 您看 不不不 不管我称呼你张大嫂 或李大娘 都不合适 都显得生分 我看不如这样吧 我让全家大小 都称呼你云娘 这样才像一家人 不不 这儿不大妥当 云娘是我的闺女 你也太过拘礼了 就这么决定吧 叶神医 小秋 到爹这边来 爹给你介绍认识 心情来照顾你的云娘 这孩子 小秋 听爹的话 到爹这边来 小秋快 到你爹那儿去 不要 不要妈 不要勉强他 顺其自然 反而好心 赶走顾上 你胡说什么 赶走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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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再胡说八道 赶走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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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不许再说了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 难免有 他 先不要理他 凭多是又跑回他自己房里 你们先听我把话交得清楚 是 从今天开始 云娘正式住进我们叶家 负责照顾小秋 我要你们尊敬他 他和顾嫂不同 不是一个像 而是身份地位 都要比你们尊贵的客人 这话明白吗 是 听明白 被尊重 当然是件好事 可是后来才知道 这尊重的背后 却隐藏着叶云 对名副的私欲和野心 而且 打从我一进叶家的门 叶云所说的就是谎话 什么谎话 顾嫂照顾小秋 也已多年 早就有了感情 可是叶云 为了要我去叶家 就狠心把她辞退了 难怪小秋 一直难难重复着那句话 敢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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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究竟谁敢走了故事 是我 还是别人 敢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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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你不会再说一句别的话 来 睡吧 故事 不愿意 SM pet 顾嫂 alles 幸好 呆 台湾 当我 совершенно detective mons 妻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先乖乖躺着 我一会儿就回来 赵培 云姨 你我年岁相差无几 为何如此称呼我 辈分不同 这是师父交代的 爷爸 这是以后再说 我想请问你 以前小球睡觉的时候 顾嫂都是怎么招呼她的 这 帮她脱衣服 帮她拉被子 帮她斩瓶乳子 不只是这些 一定还有别的 你得告诉我 再不就是 在她床边打地铺陪着她 既然如此 为什么帮我准备地铺的被我 师父交代过 您不同 您要睡少爷隔壁的客房 不 既然同样是照顾小球 就没什么不同 麻烦你交代他们 帮我准备地铺 师父会骂人 甚至 就说是我坚持的 要骂 请她来骂我 是 这就去 顾嫂她不是自愿请辞的 您是家父 怎么会 但求天遂我愿 从今以后 你 就永远留在我这家吧 包大人 这或许是缘分 也或许是小球 真的需要一份真执的关爱 也不过十来天 她对我已经 从开始的排斥与陌生 转变为依赖和听话 嗯 很好 虽然不是顶好 已经难能可贵了 写字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只要用心 诚恳去做 总有一天会做得好 好 好 这话说得好极了 对极了 叶先生 嗯 这一阵子 你不仅把小球照顾得好 而且教得很好 简直判若两个人哪 我真是感激莫名 叶先生千万别这么说 这是我分内该做的事 虽是分内之事 也有好坏之分 就像是你教小球写字一样 难道不是吗 你不接受了这么多的事 为了那些人 我会认为你 你不接受到这一点 你不接受到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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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一样 你不接受到那些人 我会认为了 你不接受到那些人 这是两回事 云娘 不过是一块杭筹 一副织锦断的料子 以及两样不值钱的首饰 您就赏脸收下吧 不 这礼物太重了 我断不能收 我这一番心意 难道你一点都不明白 您的心意 我全都明白 可是就是不能够收受 叶先生 请您收回去吧 转送给能够收受的人 请您的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愧不敢当 不 你当之无愧 小球 你也坐下 我来 贝儿 真酒 是 我不喝酒 不过是随酒一杯 杳婊心意 略略沾唇又有合法 来 这第一杯 我带小球酒泉之下的母亲敬你 你带她无意亲娘 干了 这话太重 我万不敢当 这第二杯 我带小球敬你 自今而后 我要她敬你如母 终身 叶先生若是再这样说下去 我只好避袭了 好 算我失言 算我失言 请回奏 罚我三杯如何 来 十言之罪已连罚三杯 来 林阳 你可还满意 你可可 来 我 用餐 有一项酥茶蛋饭惯了 如此大鱼大肉 只怕销售不了 凡事总有个开始 将来若是餐餐都是海味山珍 又多了自然就会习惯 叶先生 请容我以茶代酒先敬您一杯 这是待我丈夫张洛敬您的 多谢您全心尽力 只让我婆婆的病大安不言谢 您还有何吩咐 我还有话要说 你要说的话 我心中早已明白 既然明白为何还走 我心中早已还行 告诉我 对更能输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话若是说中说错了 叶先生可以随时辞退我 恶于张罗 哪怕是坐尽苦工 甚至沿街乞讨 也会设法筹备您的诊经和药钱 不必再收受您一分一毫的怜悯和湿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